飞木材大大小小人在家门口堵住楼梯间出入 附近邻居想要绕道而行又怕被砸到受伤 夸张的不仅如此墙壁上涂得乱七八糟 黑色字样斜上去被白漆涂抹又喷红漆 再被黑漆涂鸦 一层又一层全是不雅字眼 让人不堪入目 女邻居周边住户很无奈 就是不管是凌晨或是白天 她就是都会这样子甩门 被指控的女邻居在这里住了至少30年 从三四年前开始情绪比较不稳定 经常在屋内发出声响大声喊叫 曾经与她同住的母亲与妹妹 大约在五年前也全部搬家 独留女住户一人居住 警方调查证明年约40岁的女邻居 平常没有异状但季节变换 情绪起伏比较大 经常打电话报案 一个月内打给派出所最多三次 消防局这个月接到两次报案 一次说她心情不好 另外一次说她与邻居有争执受伤 有住户打算提恶灵挑款 偏偏旧公寓没有社区管委会 毫无用武之地 例如说有土鸭外墙的部分可能就提告刑事的回损罪 以及民事的赔偿 让这个外墙回复到这个没有被回损的状况 那至于这些制造噪音等等 就是向警方去提告这个关于社会秩序维护法 那希望能够对他去做一个开罚的动作 文圣局表示精神疾病列管的仿石个案分为四级 严重者一个月仿石一次 二级病患三个月一次 情况轻微的一年一次 确认服药与就医情形 目前会增加仿石频率 照顾这位女邻居 希望能够缓解社区住户之间的紧张气氛 TV月圈的中评理解新闻是在访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